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 我是赵又轩 大家好 我是彭佳瑜 欢迎收看小祖国看天下 请看新闻提要 海底世界很漂亮 有些海洋生物却很可怕 认识水中的危险 才能快快乐乐地玩水 安安全全地回家 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 火星上有没有生命 搬家到火星 有可能吗 关于火星所有的疑问 好奇号会努力帮大家找出解答 稀有演戏不稀奇 跟真人共演才新奇 以你现代与传统融合的木偶表演 肯定让你耳目一新 嘉宇 上礼拜我妈带我去水族帮玩 那你有没有看到烘鱼啊 就是那种扁扁 有翅膀 尾巴细细长长 最后面还有刺的是不是啊 对啊 你不觉得它们很可爱吗 才怪咧 澳洲有一位鳄鱼先生 他就是被轰于刺中心脏 才死掉地说 可是不是只有鲨鱼才会攻击人吗 海洋世界的动物那么多 很多都很危险吧 可是我还是觉得鲨鱼最可怕 是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鲨鱼的报道好了 请看 所有的鲨鱼里面最吓人的就是大白鲨 因为它们会吃人 不过呢 电影眼的鲨鱼比真的恐怖太多了 鲨鱼有几百种 只有三四种会攻击人 而且常常是误会 把游泳的人看成大鱼或海豹 澳洲光是今年就死了五个人 所以大海里到底安不安全呢 我们可以去海里面游泳吗 大白鲨是超级游泳健将 不只模样可怕 还有强烈的感应力 水里的磁场一改变 它们就知道晚餐上门了 所以是水中最可怕的杀手 幸好人类也有对策 像南非就针对鲨鱼的感应力 发明一种会放电的防杀器 鲨鱼靠近时 鼻子会很难受 它被电到就不敢靠近 这三个人是南非的海洋生物学家 常常潜水做研究 有些潜水地点很黑 远一点就看不到 大白鲨又很爱去 所以防杀器很好用 可以减低危险 澳洲人想用这个防杀器 但是它真的有用吗 来看它们的实验结果 虫浪的人也可以用防杀器 因为鲨鱼从海里往上看时 冲浪板很像它们最爱吃的海豹 如果你转得很厉害 你能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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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大白鲨鱼 能够在你身上 然后你能够做到很少 然后你可能能够 在海豹园里有人游泳的地方 我们有用的地方 我们有用的 游泳区有防杀器围成的安全网 海滩上有救生员 还有专门注意鲨鱼出入的鲨鱼观察员 你有没有觉得安全一点呢 大海是鱼类的家 也是人类爱去的地方 鲨鱼啊 请你们乖乖待在防杀器的外边 大家和平共处 一起分享美丽的海洋吧 鳄鱼是两棲爬虫 住在沼泽或是河流里 它们的力气很大 牙齿锐利 大嘴咬到猎物就不放 是数一数二的知名动物 世界上有23种鳄鱼 咸水鳄最大只 也是牧犬最大的爬行动物 它们什么都吃 管理是牛还是羊 只要被咬住 全部都拖到水里去 包括人类 她是非常漂亮 她是一类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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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爱情 自由的爱情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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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年 我们都让狼狼 满足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都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但我们都鼓励他们 去控制 40年前 澳洲北部的咸水鳄是保育动物 现在又太多了 常常跑到住宅区觅食 变成忍见忍怕的恶魔 所以有人建议又打猎来控制 31%的东西 在北部的东西 都是自然的 和共产 他们住在区别的地区 在通常的资源 在通常的资源 都很难 在通常的资源 在通常的资源 怎么可以随便杀生呢 动物也有生存的权利 练杀鳄鱼不是办法 所以找到两成其美的方案 大家和平相处才是大爱的精神 水中的危险生物很多 跟大小没有关系 像水母就是浮游生物 它们长得小小的又半透明 有些还会发光 它们看起来优美可爱 但是被它们遮到 保证让你痛苦万分 这是湘形水母 体积娇效 线条优美 却是最恐怖的海洋生物之一 三 二 三 有四 三 三 四 四 澳洲在南半球 十一月到五月好暖火 去海边玩最棒了 偏偏湘形水母也喜欢温暖的海水 一山不容二虎 海洋争夺战的结果 水母大胜 人类惨败 几百个海滩被迫关闭 湘形水母只有二三十公分大小 触手却长达三公尺长 上面有很多吸盘 因为里面的刺细胞有毒 比眼镜蛇还要毒 所以被钉到一定要立刻急救 因为中毒过生是会死人的 就算只被轻轻刺到 也会很痛很痛 所以海滩这里摆了很多醋 它是急救药品 不是吃的 是让药水使用 减轻伤口的痛苦 也可以洗掉 黏在皮肤上残余的次细胞 不过水母叮咬的疤痕 会跟你一辈子 以前很少人研究湘形水母 所以澳洲海洋生物学家 现在很用功 努力收集资料 想要找出对抗它们的方法 监测相机有感应器 天黑会自动开启 还会打灯吸引水母 过来上镜头拍照 让研究人员找出水母的生活形态 海水一直都会改变 也会影响到水母 所以码头装了监测仪器 收集海水温度 沿度 水流 风向的变化 算出这些变化 跟水母密集度的关联 目前研究才进行了两年 资料还不够 还要再登几年 找到重复的模式 才能多了解水母一点 直到水母最喜欢的海水状态之后 将能判断它们最可能出现的时间跟数量 保护海滩民众的安全 虽然这是水母相机 但是鲨鱼跟鳄鱼也来抢镜头 你看它们凶狠的样子 谁敢拒绝这些不速之客啊 哇 看完这些新闻 我都不敢去海边或河里玩水了 还是可以去啦 可是如果有牌子说不安全 就不要下去啊 对 安全第一嘛 哇 电视上的北极熊都好可爱哦 不过听说他们都快要瀕临绝肿了 怎么会这样啊 情形到底有多严重 事不宜吃 我们赶快去关心一下吧 壮观的冰山 雪白的世界 北极的景色漂亮到让人说不出话来 除了风景 蕴含丰富天然资源的冰羊 也是北极熊重要的栖息地 不过现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正在一点一滴消失 发生了什么事 画面上看到的 这是今年八月的北极冰羊 颜色越深 代表冰的密度越高 短短五天内 密度低的冰圈就少了一大块 因为全球暖化 加上北极气泉的强风和大浪影响 今年夏天 北极海浮冰加速崩裂融化 目前测得的面积 比过去二十多年来 整整少了两百六十九万平方公里 而且熔冰季节还没结束 专家估计今年生余的浮冰 很可能比2007年的最低纪录还要少 虽然北极浮冰面积缩减 有助于开启更多航道 缩短北海航线的航程 创造更多经济利益 但是相对的也会因此加速对北极圈的破坏 除此之外 冰层融化使得原本埋在涌动层的冻植物尸体腐败 释放出温室气体甲烷 对气候的伤害更是二氧化碳的七十倍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再过二十年 北极海上的浮冰景象就会成为历史 北极熊也将面临无家可贵的命运 怎么会这样 北极的浮冰也融化得太快了吧 原本美丽的冰雪世界 转眼间就有可能变成汪洋大海 一方面北极熊会没有地方住 另外一方面海平面也会上升 还有还有 原本被冰起来的动物尸体也会腐烂 排放出更多不好的气体 造成地球生病 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对大家都很不好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做好简单减碳 让地球暖化的情形不要再继续恶化下去 或许北极的冰就可以减少 或减慢融化的速度 就让我们以这个为目标 一起努力保护地球吧 第一位登陆月球的太空人阿姆斯壮 在今年的8月25日 因为心脏并发的疾病过世了 想年82岁 虽然他不在了 但是他的名言 这就是我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嗯 也因为他踏出了名流青史的第一步 人类探索太空也从当时的月球 进展到现在的火星 没错 历经八个多月的太空飞行 美国NASA的火星探测器 好奇号终于在今年的8月成功登陆火星咯 不知道阿姆斯壮过世前 也没有看见好奇号成功登陆火星的那一瞬间 大家都超感动的 我也是 太空史上又添了一个新记录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令人感动的一刻吧 时间回到今年8月初 在好奇号即将抵达火星前 美国NASA总部召开了记者会 为什么现场弥漫着不成功变成人的气氛呢 因为好奇号 耗资台币750亿元 如果人物失败 往后NASA的火星探测计划 可能就会喊停 背负着所有期盼 历经八个多月太空飞行 穿越六亿多公里 好奇号朝着闪闪发光的红色星球奔去 就即将抵达终点 地球的这一端 科学家们摒弃宁神 紧张地等待关键的一刻 成功了吗 成功了 听到这个好消息 孔之中心一片环升雷动 大家开心急掌 拥抱 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 真是太神奇了 由于好奇号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火星探测器 专家预估成功的几率只有百分之四十 尤其最难的一段就是着地前的空步七分钟 随着速度缓缓下降 巨大的降落伞展开 隔热罩脱离 空中吊车用烂声吊着好奇号降到火星地表 这一连串的过程缓缓相扣 只要稍微有差错 一切心血就会功亏一篑 惊人的事 它居然成功了 好奇号不负众望 降落在火星盖尔陨石坑 专家们忙了十年 会的就是这短短的七分钟 当好奇号传回了第一张照片 专家们兴奋极了 因为这就表示它长达两年的火星冒险之旅 即将展开 Curiosity the most sophisticated rover ever built 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探测器吧 好奇号有三公尺长 大小就像一台休旅车 重量有900公斤 每秒钟最快只能前进4公分 它有2.3公尺长的极限手臂 还有能够打穿石头的雷射枪 便是矿物的X光系统 这些都能帮助它分析火星物质的成分和采集样本 确认是否有生物生存过的痕迹 虽然现在放眼望去 火星是一片干枯的岩石沙漠 但这里过去曾经有水 科学家希望好奇号能够帮忙找出火星 由潮湿状态变干的原因 好奇号成功登陆火星 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 在未来两年内 这个好奇的冒险家将在火星上爬爬灶 帮我们揭开火星的神秘面纱 你喜欢布袋戏吗 不管是爸爸妈妈尬姨的史研文 还是哥哥姐姐喜欢的霹雳苏环珍 布袋戏都是台湾重要的艺术文化 而除了台湾 还有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传统 像是印尼的木偶戏 据说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而他们都在演些什么呢 跟我一起去瞧瞧吧 照过来 照过来 一年一度的偶戏节热闹开始了 在这一天 印尼各地的稀有专家都会聚在雅加达 一同庆祝这个盛大的文化庆典 不过 今年的偶戏表演好像不太一样哦 除了有超炫的声光效果 去周人物的对话跟动作 好像也变得比以往更加轻松逗趣 印尼的偶戏分成两种 除了刚才的木偶戏 还有这种躲在布曼后面表演的平面偶戏 照他们的表演方式 是不是跟我们的皮影戏很像呢 偶戏在印尼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看大家现在笑得这么开心 其实在这之前 偶戏才刚刚经历了一段 找不到观众的低潮期 为了吸引年轻族群 专家们决定拼了 他们不但把木偶戏的故事背景拉到现代 还将社会话题搬上舞台 从现场热烈的反应来看 这次的尝试很成功哦 专家的创意还不止如此 看看眼前这个戴着墨镜 正在拉行李的女子 别以为她是跑错地方的观众哦 她可是第一个在印尼偶戏中出演的尊人演员 一边在台上卖力热物 还能魔法陪以戏里的人物 这令人跌破眼镜的大胆创意 成功为偶戏节掀起了一波高潮 印尼偶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官方和专家的努力之下 她正在慢慢的转型蜕变 成为更贴近民众的大众艺术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